大家好,欢迎来到民间故事会 分享不同的民间故事,传递正能量 秀水镇有一个老汉,大家都叫他李老汉 李老汉一生之中都以种田为生 早年娶了妻子之后,再生儿子之时 因难产去世了,从此以后 李老汉既当爹又当妈 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儿子李德明给抚养长大 说来也怪,李老汉和妻子都不是特别英俊漂亮之人 可是他们的儿子李德明长得粉雕一种 特别的漂亮,活脱脱像一个女孩子 不光如此,李德明身体消瘦 体弱多病,李老汉看着这瘦小的儿子 心里非常担心,这孩子是妻子拼了命才生下来的 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 他在百年之后,都无言面对妻子了 思来想去之下,李老汉把李德明送到一个武功高强之人 那里学习武术,希望能因此使李德明身体强健起来 还别说,李德明自从学习武术之后 基本上很少生病,虽然身材还是那么销瘦 但是最起码面色红润,看起来十分健康了 这一年,李德明十岁 李老汉在一次外出的时候 遇到了一会儿山贼 这些山贼抢了李老汉的银子不说 还把李老汉给捅伤了 由于当时正是晚上,路边根本没有行人 所以李老汉一直流血而亡 等到第二天,大家发现倒在路边的李老汉之时 他已经死去多时了 乡里乡亲们看到这个情况 赶紧把李老汉给抬回了家中 然后,通知了在外习武的李德明 李德明听到这个噩耗之后 赶紧辞别了师父,朝着家的方向赶去 回到家之后,李德明发现 父亲已经被乡里乡亲们给安葬了 他看着父亲的墓碑,气不成声 想着,自己从小失去了母亲 又因为从小习武,跟父亲聚少离多 现在就连父亲也离自己而去了 一想到这里,李德明更加地伤心难过 乡里乡亲们看到李德明这个样子 害怕他伤心过度,哭坏了自己的身体 于是纷纷尚且安慰 在乡里乡亲们的口中得知 父亲李老汉是因为去镇上赶急 被山贼给杀害的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李德明握紧了拳头 心中暗暗发誓 自己一定要为父亲报仇血恨 因此,李德明在彻底办完父亲的丧事之后 又启程去山中学艺去了 此事对于秀水镇的人来说 只是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许久 知道龙虎山上的山贼有多凶残 就连官府几次围剿都无济于事 所以,当李德明说出 想要为父亲报仇血恨话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听之笑之而已 没有把他的话当回事 就这样过了五年 在这五年期间 李德明都没有回过家 众人也已经把他慢慢地给淡忘了 这一日 秀水镇的李家庄来了一个女子 这女子穿得十分破烂 看上去像一个乞丐一般 不过她的脸却非常的白净 李家庄的人纷纷为之称奇 声称 若是这女子稍微收拾一下 就算是千金大小姐 也比不得的 这女子来到李家庄之后 声称自己父母双亡 来此地投奔亲戚的 众人赶紧问她的亲戚叫什么名字 女子不紧不慢地 说出了亲戚的名字 众人听了以后大惊失色 原来这女子就是李老汉的亲戚啊 可是李老汉现在已经去世了 就连他的儿子李德明也在外习武 不知所踪 当地一个德高望重的老人 对这女子说道 前方那几间屋子就是他们家的 几年前他们家遭了灾祸 可谓是家破人亡 你如果实在没地方可去的话 就先住在那里吧 就这样 这女子在李老汉的家中住了下来 经过交谈得知 这女子的名字叫李如月 今年十五岁 家中的父母因为灾荒都去世了 所以她才来投奔伯父李老汉的 由于李如月长得漂亮 所以当地的士林男子都非常想要娶她为亲 于是纷纷上门提亲 可是说来也怪 李如月回绝了所有男子 表示自己不愿意嫁人 当地有一个刘远外 他老年得子 只生了刘富贵这么一个儿子 平日李宠的是无法无天 刘富贵今年十七岁 可是家中的妻妾已经有六个了 即使如此 她还是每日里沾花惹草 因此 当地只要是梁家女子 听到刘富贵的名字都会关解门窗 生怕被刘富贵抢去做小妾 这一日 李如月去及世上感激 正好撞见了刘富贵 这刘富贵看到李如月的美貌之后 顿时惊呆了 于是赶紧走上前去搭讪 李如月也听说过刘富贵的恶名 所以对她置之不理 刘富贵看到了有个性的女子 不禁更加地来了兴趣 她对手下的人说道 这小娘子好生有趣 正合我的胃口 你们几个好好给我打听一下 她家住何方 每天都去她家中捣乱 我就不信她不就范 刘富贵的手下听了以后 点了点头 对刘富贵说道 公子 放心吧 我们搁几个半事而向来可靠 您就等着美人入怀吧 就这样 这几个人每天出现在李如月的家门口 这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李如月的正常生活 乡里乡亲们虽然有心帮助李如月 但是又惹不起那刘公子 于是只好敢怒不敢言 假装没有看到 几天之后 李如月突然走出了家门 对其中一个人说道 你回去告诉你们家公子 如果他真的喜欢我的话 就让他今晚三更十分去成东那破庙之中 与我会合 刘公子的手下听了李如月的话之后 当即离开了李如月的家 回去找刘富贵赴命去了 刘富贵听了手下的禀报之后 非常高兴 喃喃地说道 看来这天下女人都一样 都是吃硬不吃软 稍微吓唬几天 就乖乖就饭 此时 一个手下对刘富贵说道 公子 今天晚上要不要我们几个陪你一起去 毕竟那城东荒郊野岭的 我怕公子有危险 可此时刘富贵却生气地说道 人家一个弱女子都能去 我一个大老爷们怎么能不敢去呢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带上你们的话 难免会被那小娘子笑话 就这样 晚上的时候 刘富贵一个人去往了城东的破庙之中 可是到达破庙之后 刘富贵并没有发现李如月的踪扬 当即有些生气 就在这个时候 一群官兵把刘富贵给团团围住了 其中一个领头的对刘富贵说道 我们接到消息 今日山贼会在此街头 你老实交代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三更半夜会出现在这里 刘富贵听了以后 当即就明白了过来 自己这是上了李如月的道了呀 他赶紧对官兵们解释说 自己是城中留院外的儿子刘富贵 官兵们听了以后 拿着火把仔细地朝着刘富贵的脸上 照了一照 确认他是刘富贵之后 官兵们并没有放了他 因为这刘富贵平日里横行霸道 欺负了不少的平民百姓 这些官兵们看他不顺眼 于是虽然知道他不是山贼 但还是把他给抓住了县衙 刘游外听到此事之后 赶紧背上了后礼 去了县衙 县太爷是个大清官 他也知道刘富贵平日里 做的那些恶事 于是并没有收留院外的贿赂 而是打了刘富贵二十大板 这才把他给放走了 刘富贵从小养尊处优 身娇体贵的 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苦 这一下子使他两个多月 没在床上起来 等到伤好之后 他再也没有去纠缠过李如月了 因为当初县太爷打完刘富贵二十大板之后 又对刘游外说道 自古以来 色字头上一把刀 你可要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儿子 要不然的话 你这唯一的儿子可能就没有了 如原外听了县太爷的话之后 点了点头 对县太爷说道 多谢大人提醒 我回去之后一定好好教训他 让他不再招惹无辜的女子 就这样 李如月的生活又回归了平静 这一日 李如月看着家中的柴货没有了 所以拿上了工具 上山砍柴去了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李如月长得瘦瘦弱弱的 但是他的力气极大 看起柴来也是毫不费力 没过一会 一大捆柴就被李如月给担在了肩膀上 就在下山的途中 李如月突然看到两个男子 正拉着一个女子走着 这个女子显然不愿意跟着这两个男子走 一路上非常剧烈地反抗着 李如月见此情景赶紧追了过去 对这两个男子说道 二位大哥 你们是他的什么人呀 我看他好像不愿意跟你们走 这两个男子还没说话呢 这女子就对李如月说道 救救我吧 他们是龙虎山上的山贼 现在要把我掳上山去 求救你了 快点帮帮我吧 李如月听了以后 脸上丝毫没有害怕的神色 他对这两个男子说道 二位大哥也太没有眼光了 居然找这种货色掳上山 你们的面前就站着一个如花似雨的大美人 不如你们考虑考虑我吧 早就听说龙虎山上的男子 英勇不凡 能够上山做你们的女人 我也是求之不得的 这两个山贼听了以后 当即放开了他们身边的这个女子 笑呵呵地对李如月说道 姑娘果真是这么认为的吗 李如月走到了两个山贼旁边 对他们说道 那当然了 咱们这一代 谁不知道龙虎山上的威名呢 将来若是我过上了好日子 我也会感谢二位大哥的 就这样 这两个山贼 把之前的那个女子给放了 然后让李如月跟着他们上了山 上了山之后 龙虎山上的大当家 看到李如月如此的美貌 当即便下令 要让李如月做自己的压债夫人 李如月听了以后 高兴地对大当家说道 能做您的压债夫人 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早就听闻大当家的英雄盖世 我一直都非常仰慕 今日终于得偿所愿了 大当家的听完以后非常高兴 当即就让手下布置新房 他三天之后要和李如月成亲 就这样 三天之后 龙虎山上极为热闹 因为今日他们的大当家的 要去压债夫人 所有人都面带笑容 大当家的更是把自己珍藏 多年的好酒拿了出来 就这样 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都已经喝得烂醉如泥了 大当家的也在众人的搀扶之下 走入了洞房 看着李如月穿着嫁衣 蒙着盖头坐在房中 大当家的赶紧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了李如月的跟前 把盖头给掀开 只见李如月化着淡妆 非常的好看 大当家的当时就惊得呆住了 他晃晃悠悠地坐在了床上 慢慢地靠近李如月 可是就在此时 李如月突然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子 直直地刺向了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虽然喝了不少的酒 但是毕竟是练过武功的 很轻易地就躲了过去 此时他的酒也醒了一大半 他看着李如月立声喝道 你究竟是什么人 居然敢刺杀我 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说着 大当家的就朝李如月攻击了过去 李如月此时站起了身来 很轻易地躲过了大当家的攻击 顺时又拿着刀子朝着大当家的刺去 一时之间 二人不分伯仲 打低势不可开交 按照平时来说 李如月根本就不是这个大当家的对手 可是因为大当家今天喝醉了酒 所以反应也慢了不少 没过多久 大当家的就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 就在这个时候 李如月瞅准时机 朝着大当家的胸脯刺了过去 大当家的顿时受伤倒地 他看着柔柔弱弱的李如月 虚弱地说道 你究竟是谁 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吧 只见李如月此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个声音分明是一个男子呀 大当家的顿时吃了一惊 李如月看着大当家的这个表情 顿时恶狠狠地说道 正所谓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 不可活 当年你们一众山贼 害死了我的父母 我今日就是为他们报仇血恨的 大当家的看到李如月这个样子 当今也是气坏了 他对李如月说道 你杀了我又有什么用呢 我这山上的弟兄成百上千 杀了我 你也别想活着出去 听到大当家的这么说 李如月蹲下了身子 对大当家的说道 今天你的弟兄们应该都喝得 不省人事了吧 我知道他们酒量好 我事先特意在酒中加了不少的佐料 相信他们可以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此话一出 李如月把插在大当家的胸脯上的刀 又往里送了一下 大当家的顿时口吐鲜血 歪头去世了 而就在这时 李如月听到外面人声鼎沸 于是出门查看 只见山下上来了好多的官兵 官兵们上来之后 就把这些山贼都给捆了起来 等到第二天的时候 这些山贼酒醒了过来 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了梦中之兵 此时 县太爷走过来 对李如月说道 德明啊 这次真是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深入敌阳 我也抓不住这群山贼 原来这里如月就是多年 从未归家的李德明 自从当年父亲被山贼杀害之后 李德明就离开了家 继续跟着师父在山上习武 直至不久之前 他学成下山 心里一直想着为父亲报仇 此时 他正好得知县太爷 有意要剿灭龙虎山上的山贼 但是龙虎山上的山贼 一直非常狡猾 令县太爷十分头疼 李德明听说此事之后 求见了县太爷 说他有一计 可以帮着县太爷剿灭山贼 县太爷正愁 没有办法剿灭山贼呢 听闻有人有办法 于是把李德明给请了进来 李德明进来之后 在县太爷耳朵边 窃窃私语了好一阵 县太爷皱着眉头对李德明说道 你确定此事万无一失吗 此时 李德明郑重其事的对县太爷说道 这个计划我考虑了很久 如果此事不成的话 隋大人怎么处置 就这样 李德明换了一身女子的衣服 来到了李家庄 声称自己名叫李如月 由于他从小到大身材销瘦 而且已经离家多年了 所以 即使打扮成了女孩子的模样 乡里乡亲们都没有认出他来 就这样 李德明在自己的家中住了下来 他知道龙虎山的大当家非常好色 经常让手下去山下 抓一些良家女子给他做夫人 于是 他就准备等待时机 深入贼窝 然后与仙太爷理应万和 除掉这龙虎山的山贼 而这一天 李德明正好上山打柴 遇到了这两个山贼 于是他顺水推舟 跟着这两个山贼一起进了龙虎山 龙虎山的大当家非常喜欢李德明 再加上李德明落落大方 不像之前抓来的女子 哭哭啼啼的 这使得大当家的更加高兴 当即便命人三天之后成亲 成亲的时候 所有山贼都喝醉了酒 李德明靠着自己的武功 杀死了大当家的 而此时 仙太爷带着官兵们上了山 把这些山贼给一网打建了 从此以后 李德明恢复了自己的男子身份 在当地安顿了下来 由于他身怀武艺 又和仙太爷是好朋友 所以在仙太爷的帮助之下 李德明在当地开了一家武馆 一时之间收了很多的小孩子当土地 李德明每天教这些孩子习武 日子过得也是非常的舒心 自从和仙太爷成为好朋友之后 李德明隔三差五地去仙太爷家做客 仙太爷有一个妹妹 年方十六长得貌美如花 他看到相貌英俊的李德明 心生好感 仙太爷父母早亡 只有妹妹这么一个亲人 自然把妹妹的一举一动都看在了眼里 这一天 仙太爷过生辰 邀请了李德明前去做客 李德明备好礼物之后 高高兴兴地前往了县衙之中 席间 仙太爷对李德明说道 贤弟今年也快二十了吧 我看贤弟长得一表人才 怎么久久没有成亲呢 是不是已经有了一中之人了呢 李德明听了以后 挠了挠头 对仙太爷说道 实不相瞒 我家境贫寒 父母已经去世了 现在这个武馆也赚不了多少钱 我实在是不感悟了人家女子呀 所以一来二去也把这亲事给耽搁了 仙太爷一听 哈哈大笑着对李德明说道 不知贤弟觉得我的妹妹如何呢 我的妹妹年方十六 至今还没有许过人家呢 李德明一听 也明白了仙太爷的意思 顿时站起了身来 对仙太爷说道 令妹我曾见过的 长得如花似玉 性格也是温良贤淑 只不过我这种家境 怎么能配得上令妹这种千金大小姐呢 此言一出 仙太爷一拍桌子说道 抛开其他 你就单单说 你喜不喜欢我妹妹就行了 李德明顿时脸一红 对仙太爷说道 如果能娶到灵妹的话 那是我三生有幸 我一定会一辈子好好对待她的 就这样 仙太爷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李德明 二人成亲之后 举案其美 相敬如宾 过得十分幸福而又快乐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感谢您的观看